深圳一副局长跑步晕倒身亡官方确认身份 日前深圳有一名男子在跑步期间 猝死网传死者为监察局副局长 区委宣传部其后向当地传媒证实消息属实 男子身份为南山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副局长刘晃健 7月28日深圳市南山区一名49岁 男子在白石三道与沙河东路交会处附近跑步时晕倒 经送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据南山区规划土地监察局网站显示 刘晃健任该局副局长分管综合科历史遗留处理科 他同时一出任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区查委办副主任 网站上其简历显示 2012年5月至今 刘晃健担任深圳市南山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副局长 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区查委办副主任等职务 区可供应足处理科 区可供 一边考察起 pencil 区可供应足处理科